一輛白色轎車停在馬路彎道旁 過了二十秒後 一台黑色轎車高速從後方撞了上來 黑色轎車在過彎處絲毫沒有減速 就這樣撞上白色轎車 整台車撞飛翻了一圈 車子殘骸散落四處 這起車禍就發生在新竹 丘陵三迷路上 駕駛疑似要抽煙 但煙河掉在副駕駛座位上 駕駛要撿煙河 一不小心才會失控撞上路邊的轎車 他就從那邊過來 他很快就撞到那車子了 重回意外現場 地上流有明顯的刹車痕跡 車子的殘骸散落在路邊的草叢裡 警方調查肇事駕駛 警受輕傷沒有送醫 警方在此呼籲 春節期間車流量較大 那各位駕駛人如果要講手機 或是處理其他雜事 請務必將車輛停放於路旁 以車安全 這驚險的二十秒鐘 幸好駕駛命大 下車後就離開 沒有多停留 才逃過一劫 記者和孟謙環與韓新竹報導 他 他 他